近日網上有內地南話 四年前帶五歲兒子來香港玩兩天 住在香港大學附近的酒店只需要千多元 在想是否香港旅遊業不景氣 後來玩了兩天之後 說我發現畢竟氣增的是活該 他狂訴香港餐飲服務業的罪狀 說給老闆說他不可以坐在店門外地下 還說兒子在店內開始哭 他想讓兒子打機來安撫兒子 就問老闆可不可以提供WiFi密碼 誰知被對方拒絕還被人訓話表示 不能以小朋友心情不要來和我要WiFi密碼 樓主還說食物難食 他近自相比四年前來香港 服務水平大不如前 說大可不必在訪 除此惹起網民熱論 說你小朋友哭了情緒勒索人 你整家智商問題還罵爆自以為是 自己沒有家教還好意思說 不過也有網民認為 說到香港商家針對內地旅客感 我告訴你他們對本地人一樣態度惡劣 賠儲來聽到 賠儲來聽到 神尚